皂皂是中国老百姓常用的清扫工具 它可以扫房 扫地 扫落叶 扫灰尘 但是你能想象一把小小的皂皂还能扫掉贫困冒吗 湖北省允西县黄土梁村 位于湖北和陕西省的交界处 山多水少 土地贫瘠 靠重庄稼过活的村民收入微薄 年人均只有两千多块钱 贫困人口占了全村的三成还多 手工扎扫帚是黄土梁村里人的传统 所用的材料就是当地常见的一种叫地肤的杂草 这种扫帚结实耐用 成本极低 村里人农闲时常进城外扫帚 2009年村民们开始抱团闯市场 扫帚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 地肤扫帚的产业化发展开始了 合作社首先发动村民大面积种植地肤 免费提供种子 培训种植技术 原材料一律按保护价收购 政府还给种植户额外补贴 这样一算 种地肤每公顷可增收近两万元 除了原料 村民还能把自己在家制作的扫帚 卖给合作社 工厂和家庭作坊加起来 扫帚每年卖出去六百万把 产量上去了 村民开始自己跑订单 政府帮忙牵线搭桥 扫帚卖到了武汉 四川 陕西 北京等十余省市 销售额达四千多万元 2017年合作社又开发出四十余种扫帚工艺产品 线上线下加起来 两年销售额达五百万元 就这样 黄土粮村形成了顶服种植 扫帚生产 销售 以及工艺品精加工的产业链 合作社也越做越大 社员发展到一百七十一人 其中贫困户一百六十二人 提供工作岗位一百九十六个 帮助四十二名残障村民再就业 工厂年人均收入超万元 种地夫改变了黄土粮村百姓的生产方式 也带活了他们的发展思路 地夫子具有清热解毒 消炎杀菌的功效 原本是扎扎帚的废料 合作社将地夫子粗加工后卖给药厂 这样又多了一份收益 地夫在五月种植十月收割 村民利用其他时间种植油菜 每公斤又可增收近两万元 黄土粮村于2017年全面脱贫 年人均收入超过八千元 在它的影响下周围的乡镇也开始种植地夫 面积将近两千公顷 允锡县16.7%的贫困户通过发展扫帚产业实现脱贫 小地夫变成大产业 小扫帚扫出制服录 村子美了 生活好了 下一步 黄土粮村人还打算继续优化升级扫帚产业链 带更多人脱贫致富 半小康